这个礼拜大概就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这次的苏州舰052第一 对于中云号的拦截 他已经告诉我们 就是台海已经 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彻底的接管 因为这次的拦截 我觉得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就是他不只是第一次 在台海当中 对外来军舰的拦截 这史上第一次 解放军第一次 在台湾海峡进行拦截 南海是发生过几次 台湾海峡第一次 第二个就是说 这次的拦截 不是在海峡中线西 是在以东 中云号跟着蒙特罗号 是沿着台湾的这边的 这边的海峡中线以东上来的 他是在台湾附近的海域 进行拦截 拦截完了之后 不止在台海第一次 同时把整个台湾海峡 都到他的管区 这跟四月底的那个事件 我觉得大家谈的非常少 四月底的时候 大陆因为区域性的气候不良 以至于上海飞香港的MU505 以及后续的一系列的航班 他已经不走M503航线 他直接从金门的上空飞过去 直接飞过金门上空 根本就已经不把你当一回事 他正在表现出 他对于整个台湾海峡的 总体的行政管辖权 我觉得比较值得惊讶的是说 这次拦截事件之后 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发布 他被拦截的位置 解放军也没有发布 而台湾方面不但没有发布 连P都没放一个 都没有坑气 不懂为什么 你的整个台湾海峡 都已经被接管 海峡中线去年 你邀陪洛西来的时候就不见了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 因为这一议题是很多样的 刚提到就是说海底电缆 密克罗尼西亚你可以忽略不计 太平洋当中有三个岛国 基本上面是美国养的 它不能算是个国家 一个是帛琉 一个是马绍尔 另外一个是密克罗尼西亚 这三个都是跟美国签友的协议的 换句话说它的海空运 都是美国可以单独使用的 而且排他性的使用 密克罗尼西亚 以国家致命所发动的任何的行动 就跟马绍尔一样 它一定是偏美国的 一定是破坏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 在整个南太岛国当中的利益 唯一的一点就是 有关于海底电缆的竞争 现在非常的激烈 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 就是一带一路加网路 一带一路加网路 网路海底电缆的部分 将来的海底电缆 地球上面现在400多条海底电缆 你可能不知道过去 过去亚太地区的海底电缆的 必经的中心是香港 现在香港自从收回去了之后 这些的海底电缆 慢慢的都转移到 第一个台湾或者是其他的位置 已经正在往太平洋的深水区 靠 现在中美之间 未来的电缆可能都是独立的 中国跟美国网路使用量很大 你知道这两个国家之间 没有一条海底电缆 是直接是互通的 大家在电缆 网路上面的深刻的不信任 最后我呼吁大家留意一下布林肯 布林肯会不会访大陆 我不知道 因为中美关系变数很多 可是布林肯如果这个时候访大陆 他见的层级越高 对台湾来讲的伤害就越大 而所有的欧洲国家 只在告诉我们一件很清楚的 台湾人不要做梦了 欧洲国家告诉你三件事 第一个北约不会到亚洲来 那是北约的条约的限制 北约的条文 你们已经清楚的告诉你 除了欧洲跟北美的国家 受到伤害如何如何 他们会介入 其他的没有 第二个 既然中国都已经 现在是欧盟欠中国 中国正在调解俄乌战争 你认为北约会有任何表达 对台海积极要介入的态度吗 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第三个 现在的欧洲 根本没有实力介入亚洲的事务 其他的国家他们都敢 你看到美国 确实去打阿富汗 欧洲国家 北约国家兴高采烈的跟后面 你看去打伊拉克 兴高采烈跟后面 大哥在前面杀人的时候 他在后面当拉拉队 可是碰到中国的时候 他是一定闭嘴的 台湾海峡的问题 我们要自己处理 这次布林肯 如果真的到北京去了之后 那就是国民党的学问了 国民党必须要看清楚 中美之间 为了只要布林肯登陆 他就告诉你 中美之间对2024的 台湾选举的共识 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那么来讲 不是这两天的这两件事 事情那真是开了 就是眼睛都开了光了 你看到柯文哲在谈钓鱼台 你就知道他对于地缘政治 跟基本的国际法的观念的极为外行 即使美国也没有说钓鱼岛 是日本的 美国只有把冲绳的行政管辖权 交给日本 没有说把主权交还给你 是行政管辖权 钓鱼岛是附属在有关于冲绳 一步一并的把行政管辖 美国都没有说 日本对于冲绳 以及对钓鱼岛有主权 为什么你要争先恐后说 第二个 主权怎么谈是一回事情 怎么做是一回事情 从2012年日本推动钓鱼岛国有化之后 日本也有很多反省的声音 觉得糟了把自己给搞僵了 因为当中国大陆进来了之后 从2012年到现在11年的时间 没有一个人敢登岛 过去日本人每隔一阵子 还会上去玩一玩 现在没有人敢去 钓鱼岛现在就是个无人岛 为什么 因为不是台湾 而是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进来了 大家僵在那边没有人敢动 结果现在台湾片面的表态 主权 鱼权重要 但是主权的问题 你可以用搁置的方式处理 怎么会否定呢 跟现在有关于日本核实的问题 是一样的 主持人刚刚讲到了 现在日本开始准备 要排放的核废水 6月底之前要排完 6月底之前要排完 结果周围的国家都有强烈的反应 台湾安安静静 台湾是全世界反核 反得最硬的民进党 可是对于日本在排放核废水 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的意见 碰到日本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连讲道理的本事都没有了 这两件事情都大有争议 谈的人都失分 江龙 我觉得性骚扰的问题 当然每个个案的情况都不一样 反正能够寻求申诉的 能够寻求司法救济的第一时间 如果能够捍卫自己的权益 当然最好 但是从一个公共谈论的角度来讲 我想说大家因为个案太多了 我们不是去谈个案 可是我觉得在公共论坛上面 大家要保持记得三个原则 绝对不能够容忍 第一个就是 有没有在压抑申诉 就是压抑当事人的申诉表达 你在制度 我给你制度 结果你把这个制度拿来作为 第二次伤害 伤害受害者的机会 这个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每个党自己检讨 第二个 有没有任何一个党挂羊头 卖卖狗肉 嘴巴平常在讲的就是说性贫 但是在立法院里面投票的时候 58个人全全部反对讲清楚 就是你对于立法的阻挡 把它当作是一种的 政治表达的工具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有没有任何的政党 或者是政治人物 间列欣喜 把任何的个案 拿来当作是政治筹码 来当作非常煽情的表达 不管蓝的绿的 基本上我们都要避免 只要抓住这三个分寸 其他的个案 就是循着相关的规定处理 可是公共论坛上面 无论如何 要把这些的老鼠都抓出来 刚刚讲到朱静怡 因为我们都旧事 我觉得虽然你看到的 好像 因为新闻的那种叙述的方式 觉得他也是蓝的 是马英九的谁谁谁 其实因为过去我们在报社里面 在竹笔市里面 因为每个礼拜都会见面 其实包括朱静怡在内 他们的政治立场 都不是像大家分类的这样 他在过去在陈水扁的时代 其实跟绿营的关系就非常好的 甚至有很多在报社里面 需要跟绿营沟通的事情 经常都得要透过朱静怡 朱大哥 听听朱静怡 朱大哥的想法 所以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也反对就是说 用一个很直观的方式 觉得好像今天赖清德 又拉了一位蓝营的人士 并不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自己的想法跟理念的表达 以及处理自己信仰的方式 这一点我尊重 只是新闻把这种的事情 都用政治的角度去切割 那跟事实的情况差10万8千里 这个乡龙怎么看 我不太知道陆委会的 陆委会的思考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 不管是谁来申请 有助于两岸交流理解 两岸既然敌对感这么的深 大家都已经怕打仗了 年轻人多一点相互的理解 不好吗 现在大陆年轻人的 新世代的素质跟视野 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理解的 我觉得两岸的年轻的世代 由于有更多的交往的时候 更能够带来和平 所有的和平 所有的这些弊战 都不只是挂在嘴巴上面 要落实到行动上面 没有错 今年大陆方面来讲 宋涛上来了之后 把今年定位为两岸的大交流年 大交流年里面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青年交流 我就不管你认知 到底谁主动 谁被动 有没有统战的味道 重点是我觉得那动机跟效果 不会坏的 应该努力的去支持 应该努力的去促成 否则两岸之间怎么交流 两岸之间的门要如何的重新开启 两岸有可能在经贸这么热的情况之下 在政治文化跟人的交流上面 这么的冷吗 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刚刚前面一段 谈到了朱敬一 去民进党里面的演讲 我提醒就是说朱敬一 朱大哥去之前 不妨把大学的脊梁那本书看一看 你可能会大大的改变 你对于民进党的民主期待 看看在那个里面是如何 逗你中研院的院士 同事管宗明 看看在这里面 赖清德所扮演的角色 在那个事件当中来讲 赖清德是行政院长 很有角色的 所有教育部的动作的发动 都跟赖清德是有关的 好 现在当大家在谈到 两岸的交流的时候 我刚刚稍微谈到了 就国民党 我的理解 纯粹个人理解 有时候很一厢情愿 大家知道我谈选举 准头是很烂的 好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目前的国民党 目前的国民党 国民党在面临到 所有的有关于台湾的 未来的总体的危机 国民党如果真的有使命感的时候 国民党应该非常清楚的认识 国民党就是有两个框架 一个是中美关系怎么走 还有一个国民党现阶段来讲 就是侯跟郭的关系怎么走 这两组关系 只要去处理好了之后 国民党不需要理会现在的民调 我认为民调都是会上来 侯友宜不差 侯友宜在现阶段的困境 只要这两条线都能够处理好了之后 不管是谁 更不要说是侯友宜 国民党的选情是看好的 而这次的Rosenberg来 其实Rosenberg到台湾 跟布林肯即将访大陆 是同一组关系 我们应该密切的注意 这组的关系 美国在这场的选举当中 他一定会表态的 但是他的表态 一定是非常小心的 当侯友宜被国民党提名的时候 美国的国务院 很明显的透过纽约时报 释放对侯友宜的看法 那是很少见他认为 侯友宜是个温和派 眼前台湾出现一个 被美国政府认知为 温和派的候选人 这真是太棒了 这个对于美国来讲 他形同已经认为 侯友宜是OK的 所以Rosenberg现在来 不只是要认识侯友宜 不只是要邀侯友宜 去美国的访问 事实上他在2024的 总统候选人里面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目前的拜登政府 对于民进党政府 对民进党政府 所提出来的候选人赖清德 有任何青睐的地方 我不敢说现在的美国 是青睐侯友宜 可是美国完全看不出来 在挺赖清德的味道 赖清德过去曾经讲过 无论如何不能够让以美论 成为今天台湾的政治谈论的 主流论述 可是现在大概最以美的 大概就会是民进党 就会是赖清德 湘龙比较了解 你觉得郭台铭会最后加入范困吗 我怎么会了解郭台铭 没有 当然他 我觉得郭台铭因为他动作很多 但是这个动作本身 是不是要解读为 就是他还有想要参选 或者进行某种的政治组合 在2024年的选票当中 一定要有郭台铭的名字 那倒未必 我知道了私下他最近谈得比较多的 就是如何让他的和平宣言 能够更有影响力 更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可能是他的重点 最少在我了解的是这样 但是侯友宜 我认为这个礼拜的侯友宜 我觉得但我纯粹从媒体当中去观察他 我觉得侯友宜慢慢的有方向感 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跟味道 侯友宜我想每个政治人物 终究要认识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个选举 他都是有规格标的 那个规格标 县市长是县市长的规格 总统有总统的规格 侯友宜过去最多就是选县市长 所以那个县市长的规格 要调整到总统的规格 那个是侯友宜所遭遇到的困难 毕竟你没有中央历练的机会 对政治的参与来讲 侯友宜的个性 过去我觉得他虽然曾经 有很大的能量 可是我认为他对政治 一直都保持着某种的距离 可是要选领导人 尤其2024的领导人 被信仰是很重要的 你必须要被信仰 我觉得现在的 现在不要说一般的民众 蓝军对侯友宜的信仰是不够的 这是侯友宜接下去要加强 怎么加强 就是除了一些的立场的主张 要更清晰化以外 倒不是说要张牙舞爪的 跟着在那边叫 在那边骂 但是大家希望就是说 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刚刚讲就是说两线的布局 国民党的所有的选举当中 一定会遭遇到两个角落 一个是内部的整合 就是你要表现出 对内部的整合能力 因为侯友宜没有当过党主席 实际上面他并没有真的在党务系统当中 有一个比较长城操盘经验 虽然选举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他瞧了一些的选区 而这些选区的选将 其实看起来都很尊重侯友宜的意见 表示大家对侯友宜是有期待的 第二个就是说 侯友宜必须要更细微的去捕捉 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光这个礼拜里面 中美台三边的关系的变化 光是一个052D去拦截中云号 美国 大陆跟台湾 都没有公布拦截的位置 都没有告诉我们 在那个拦截的位置上 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明明来拦截看到画面 噼里啪啦看起来很热闹 可是细节的部分大家都不讲 里面是很有学问的 三边的关系正在微妙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是对国民党有利的 侯友应该捕捉这件事情 有意思是过去看 第二个人应该有点 这是最近记性的 四边的转捉 您觉得 你本身不合起来 每一天 都没有 国民党有点 但是